大家好 我是嘉芳老师 欢迎来到详泰诺卡奖的厨房日记 第七堂的线上课程 北海道乳酪甜点小樽系列 这个章节我们要来制作的是 小樽粉雪双层乳酪蛋糕 它的起源是来自于北海道的小樽养果子本铺 总共会有四道步骤 基础海绵蛋糕 重乳酪蛋糕 mascarpone mousse 最外层第四层就是我们的装饰 全蛋与砂糖隔水加热到40度C 待会打发完成的蛋液 它大概会膨胀2.5倍到3倍大 锅子里面一边在搅拌的时候呢 表面已经开始有产生淡淡浅浅的纹路 你一旦打得太过头 全蛋里面的空气含量太多 待会完成的海绵蛋糕 你会发现它吃起来会有点干口 粗糙的状态 最主要就是我们在打发的过程当中 然后捞起来 在上面写个大大的8 数三秒钟 1 2 3 会有下沉下去三分之一的痕迹 大约留有三分之二的痕迹在表面 一分半至两分钟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大颗的气泡 把它破坏掉 浓稠滑顺的流动下去 流动下去的痕迹呢 也是大约2到3秒钟 它就会 如果它温度太低 最后跟面糊在结合的时候 会容易产生油水分离的状态 温度太高 它会造成面糊会很快速的消泡 40度C是最理想的状态哦 用像这一字法的办法来搅拌它 尽快让干粉与湿的全蛋结合在一起 中间切底下翻 左手呢顺势的转动一下我们的搅拌盆 正手反手 切下去是切中间 起来是锅边 倒回来之后快速的大约15到20下 把我们的面糊拌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刮刀轻轻的把它绕开来 bush烤箱或是嵌入式烤箱 放在第四层做烘烤 如果是上下加热管的电烤箱的话 烤模放烤盘上 放在烤箱的最底层做烘烤 熟成的时候它会大概有点接近满膜的状态 然后颜色是像这样金黄上色 轻轻拍一下蛋糕有点弹性的 这样子完全不沾面糊 这一个章节呢 我们要来制作的是重乳酪蛋糕 比较浓郁比较绵密的口感 是在60度C到80度C左右 隔水加热的时候 如果温度太高 会容易造成我们的乳酪结块 甚至是油水分离 最主要就是要让它的质地变得比较滑顺 通常是因为在加热的时候水温太高了 比较柔软滑顺的状态 会容易打入过多的空气 待会乳酪蛋糕在烤的时候 它会非常容易会膨胀 甚至会裂开 它没有办法呈现绵密细致的状态 使用酱状叶片型的搅拌器 乳酪看起来的质地都是很滑顺的 很光滑的状态 乳酪蛋糕的面糊就完成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最后烤出来的乳酪蛋糕 质地可以更细致更滑顺 烤膜就翻过来直接这样 轻削一下 让它掉下来 0.8公分是最理想的状态 削的时候呢 锯齿刀要前后前后的锯 一个就可以了 那一样慢慢切 不挤 其实不会太厚 海绵蛋糕它其实是很有弹性的一个蛋糕 它比刚刚来的细致很多了 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周围像这样子把它贴合着 它会是呈现这样自然流动平坦的状态 需要水浴烤 老师教大家的方式就是 你用低温短时间下去烘烤 缩短大家的烘烤时间 也可以减少大家不用再准备热水的部分 稍微有点微微的 好像有点膨起来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你的乳酪蛋糕 也比较不容易会有裂开的情形 轻轻地刮一圈 这个章节呢 我们要来制作的是 Mascarpone Mousse 需要注意的就是材料温度的控制 0-3度C有冰块的冰块水里面 都会影响它后续凝固的强度 用凉杯来打是最快速的 鲜脑打发最理想的温度是 0-3度C 它的摩擦力比较大 鲜奶油的话你会发现 它好像都没有流动的状态 其实口感会比较硬 可半流动的一个状态 有点点快状的感觉 这个是正常的 好像这样子刚好60度C的状态就可以了 材料温度降得太低 在入抹的时候 慕斯开始凝固了 力道不要太大 我们还是要保留鲜奶油的空气哦 光滑细致绵密的感觉 入膜完成之后 等待大约4-5个小时 都凝固之后 我们再来做脱膜 特边的这个铝箔纸 把它稍微撕开 把它画一圈 拉上来 好慢慢的放下来 盖上去就可以了 煮肉蛋糕的部分 它非常容易会软化 一定要冷冻保存 半解冻的状态吃 是最好吃的状态 把它切下去 哇 它的这个切面 这样子整个是双层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好浓郁好好吃哦 上层跟下层有呈现一个层次 渐层感 非常像日本北海盗下雪的感觉哦 那老师这边欢乐的试吃时间又来了 我来试试一下 好把它切下去 哇 这个小村分学的双层乳酪蛋糕 吃起来的话非常的绵密 而且口味非常的浓郁 很像乳酪冰淇淋的口感 上层的部分是非常绵密 轻柔 形成一个双重的层次 分享教学给大家 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尝试制作看看 这个章节我们要来制作的是 北海盗焦糖乳酪布雷 这款甜点呢 是老师之前到日本民国旅游的时候 在一家居酒屋吃到的 口味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好吃 耐热的温度可达到100度C至140度C 耐烤的玻璃杯容器 或者是耐烤的瓷器来做烘烤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煮焦糖液的时候 老师会建议大家 最好是使用像这样子厚底的锅子 焦糖在反沙的时候像是雾白色的一个状态 之后如果你再不理它的话 它慢慢就呈现一块一块结块的糖块 没有办法达到焦糖化的一个状态 砂糖都有呈现像这样 因为领域会容易造成温度不平均 或者是会容易造成一个反沙结晶的问题 那如果你发现糖液表面 会开始产生有点白白雾雾的 它现在是呈现有点淡淡的金黄色 我们这边的焦糖颜色已经开始OK了 那你会发现泡泡已经开始变成大泡泡了 从锅边倒下去然后稍微转动一下 漂亮琥珀色的焦糖 那颜色越淡的话呢 就比较没有焦糖的香气跟微苦味 风味上面来讲会比较偏甜一点点 放凉的过程当中焦糖它就会凝固 北海道焦糖乳酪布蕾的布蕾液 大约为时是在80度C的状态 因为温度太高会造成奶油乳酪 会过度的熟化甚至会有水分离 把它从中心的地方剖开把它取出来 可以用温度计来做测量 那如果没有温度计的话 我们就是注意锅边开始有点微微冒小泡泡 那砂糖没有完全融化不要紧 就不会被烫熟变成蛋花了 融化过程当中它可能有一些小结块颗粒的部分 香草籽比较细小 它就会直接进到布蕾液里面去了 好像融化不要紧 它在烤的时候它自己都会沉到杯子里面去 表面的布蕾会被风干 表面它就会有一层洁皮的状态 会影响你烤箱里面的热对流 大约是杯子容器三分之一的高度 烤箱内部的温度会太高 就容易会粗糙有孔洞哦 大概1.5至2公分 都是差不多可以接受的范围哦 同学们家里面的烤箱 如果是上下加热管的电烤箱 低温慢慢的烘烤 烤出细致滑嫩的烤布蕾 轻轻晃动的时候 它好像是有点凝固的 很像是一个豆腐的状态 半凝固的状态 布蕾就是烤熟了 这样轻轻拍打一下它 吃起来的质地是真的很滑嫩 你会发现它的焦糖 因为它是融化的 它会慢慢的旁边这边来 非常的光滑 非常非常的细致 从侧边也看不出来 有任何的粗大的气孔 焦糖堵弱布蕾就完成 布丁杯它是有点弹性的 我们轻轻压一下 让它的空气跑进去 这样子它的焦糖跟布蕾 就会很顺利的掉下来了 哇你看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整个焦糖就很顺利的 就留下了浓郁的感觉哦 好想吃一口 哇这样子焦糖就留下来了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 非常非常的细致跟绵密 而且焦糖滚起来好香哦 那老师赶快来试吃一口看看哦 哇真的是入口即化 而且里面有加了北海道乳酪啊 风味非常非常的浓郁绵密 这个时候呢 就连着这个焦糖沾起来 那会有吃到焦糖的微苦 跟我们的布蕾 甜甜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吃哦 再次一口北海道的焦糖乳酪布蕾 就分享介绍给大家 都欢迎到我们的社团来发文 提问还有焦作业哦 这个章节呢 我们要来制作的是 帕马参乳酪雪仿蛋糕 分蛋式的轻乳酪蛋糕的做法 蛋糕亭里面的话 我们有加入了北海道乳酪 撒上帕马参起司粉 中心夹成上贴答起司片 三种乳酪合在一起的风味 以及层次口感非常的丰富哦 食谱的份量 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烤盘来做 鲜奶放进来 还有无盐奶油放进来 融化软化 变成滑顺没有颗粒的状态 这边是大约54度C 没有颗粒滑顺的 大概是一个温热的状态 记得轻柔快速的搅拌 酥度不要太慢 不然我们的粉的部分 会容易解粉颗粒哦 要跟蛋黄面糊来混合的时候 理想的温度是35度C到40度C 初步的大概起泡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初泡阶段 泡泡看起来都还是很粗糙的 大小很不平均的 会慢慢发现 蛋白霜已经开始变得比较细致 而且表面已经有开始产生 淡淡浅浅的纹路的时候 打蛋球上面的这个蛋白霜 弯钩的程度之外 也可以同时观察一下 我们钢盆里面的蛋白霜 在做轻乳酪蛋糕的时候呢 蛋白霜一定要打到 非常的光亮细致 呈现像这样子 是一个软弯钩的状态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弯钩的长度不会太长 也不会整个垂直的往下垂 前半段的话是站起来的 然后后半段是弯下去的 可以感受得到蛋白 它是会有些微的阻力的感觉 第一阶段的话 我们用打蛋器比重的均匀 拼揉慢慢的拌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很快速的 让你的蛋黄跟蛋白混合均匀 然后利用抖动打蛋器的状态 让打蛋器里面的蛋黄跟蛋白结合在一起 相反的方向做搅拌 滑一下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蛋白的颗粒 锅边我们用刮刀翻拌一下 乳酪蛋糕面糊的话 它是像这样看起来很细致 它会稍微有点弹性 滴落在面糊的表面 那就有可能代表 第一个你的蛋白霜打发不足 所以你的弹性不够 造成蛋白霜消耗了 左右稍微晃动它一下 让它往四个边 转动一下烤盘 让你的手是比较顺手的一个状态 表面会呈现是一个很平整很光滑的一个状态 最主要的话是利用靠上火的部分去烘烤它 可能底部会上色上的过快 那你可以烤用两层烤盘的方式 我们在表面撒上帕马森起司粉 所以我们眼睛要从下面看薄薄的平均的每个地方都有就可以了 嵌入石烤箱的话 放在第三层中间这一层来做烘烤 用上下火加热的方式 那烤出来的颜色会刚刚好 那如果同学们家里面的话呢 是上下加热管的电烤箱烤盘 是放在烤箱的最底层来做烘烤 同学们如果说家里面的下火会比较偏高 将你的上火提高大概10度 最后5分钟的时候可以同时烤熟 也可以把蛋糕表面的颜色烤上去 打开的时候就会闻到很香的那个帕马森乳酪的香气 高度会非常非常的蓬 第二个可以看它的上色表面是这样子很均匀的金黄上色的情况 那第三个我们用手下去轻拍我们的蛋糕 结实的有弹心的甚至你压一下起来 它不会留下止痕 我们的蛋糕就确定完成可以出炉了 再将它搬回来 测量一下再来做切割也可以 那老师先从中间下刀 前后推的先将表皮切开 再慢慢的切下去 一定都要擦干净再继续切 同学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细密 非常非常的柔软 拿起来的时候它会很有弹性很柔软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细密 可以夹心70片 或是夹心打发的鲜奶油都可以哦 我们再把它对上来对准这边 好那这样子我们帕马森乳酪雪房蛋糕呢 这几个造型大小方便适合大家同学们来贩售啦 或是送礼的方式 包装的部分很适合来包装我们的帕马森乳酪雪房蛋糕 它会有分一面是亮面一面是雾面 那这边中间的话可以先稍微把它折一下下去 那折的时候可以稍微抓紧它 这样子包装起来会比较服贴 平顺的往上拉上来 跟我们的蛋糕是一样宽的 侧边盖过来完成了我们长条形的包装了 如果说是要送礼啊 或是帮人家做明月礼盒的话 让它是一个直角的状态 正方形的就这样完成了 包装的方式就这样子分享给大家 有长条的正方形的长方形的还蛮不错的包装方式 欢乐的试吃时间又要来了 这个蛋糕我自己很喜欢 非常非常的湿润 非常非常的绵密 这个帕马森乳酪雪房蛋糕 真的非常非常的咸甜好吃 里面总共有三种乳酪 有北海盗乳酪 帕马森起司 贴打乳酪片 三种乳酪结合在一起的口感 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 密柔软 而且又非常的湿润哦 好吃的一个清乳酪蛋糕 那同学们后续制作 还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啊 都欢迎到社团里面来发文发照片 交作业哦 谢谢大家 流有三分之二 甚至差不多 S 大约下 它也可以让整个乳酪的风味 更提升上来哦 让好像有风大 好 那我们这 那我们这 把我们的海绵蛋糕 放到我们的烤模 再放进去我们的烤箱 接下来 出我们的 我们的烤箱 简单的装饰看起来就是 它的一个风格 来 等一下 三三三二 小尊粉雪双层乳酪蛋糕 它的 状态 好啊 那我怎么说什么 开始之中 我脱银 泡十分钟 这样子它剩 我刚才没刺到 靠我腰了 如果改成植物性的凝固剂 例如说像是 韩菜 如果改成植物性的凝固剂的 哎呀 等一下 你很厉害 不然你比我还没胸骨 你大胸骨了啦 好你再提醒我 三二 三二 好 三二 三二 就是我停一下就好 好来 三二 三 好 三 我一条要讲了 你以后不让我讲我 好 停 其实也很漂亮哦 好那我们来包 哦这不回到 怎么说回到的 我们来使用后置板 来制作我们的蛋糕烤盘 你也要背这一句 好这一句哦 你转正好之后 你给我提下去 对啊 因为它不是第一样的 没关系 你给我提醒 你给我提醒就好了 你会不会做连字的转捆法 连字是什么 就是同一句 对对 这个很漂亮 连字的转捆法 可是我不想要感觉 好像应该想像是主播啊 你不要在我讲到一半 狗的词 我就又卡住 我知道老婆在哪里控制 不然你呢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教養烤箱 那如果你的迁入是烤箱的 是130度的话 我想你的效果可以得到 谢谢季主播 谢谢季导演的指导 我最连准备那一段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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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我们蛋糕烤出来的程度 再去做 建议同学们 焦糖乳酪 乳酪 乳酪 周围的地方用汤匙稍微把它轻轻压一下 管你已经入镜了 它现在有入镜吗 有 那你让我讲完这一句 你再进来好 这样子就均分我们的布雷一 到我们的布丁杯里面来 我都也是到我们的布丁杯 我怎么 布丁一到我们的布丁杯 最后五分钟的时候 再去增加上火 增加它的上色程度 这样子就可以了喔 对一个后面至少要5g外上 3-5g 你转到这边 你都会马上这样 那你我们的上校我呢 可能会来到 那一个人中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也可以这样 可以跟他来讲 那我相信大家 你看我只有转头而已 我的胸不会转 你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平常 他就会这样 就跟我走 这样子可以走 然后我们这样子 甚至很漂亮的 很冷的 很冷的 你这样转不然我脱 谢谢季导播 那接下来的话呢 老师这边还会有很多的线上课程 会来推出 请同学们敬请期待 多多支持喔 谢谢大家